宋慧乔李道县复仇爽剧一上线就霸占韩剧热搜 剧中宋慧乔扮演一名女高中生东恩 这天女校把她带到体育馆 看着女孩的胳膊好看 扬言让东恩用身体帮自己试试温度 滚烫的卷发棒让她的皮肤瞬间起泡 任凭东恩怎么呼喊求救 回应她的只有馆内 绝望的回忆 惨叫中可以想象得到 现实中被霸凌的人有多么绝望 由于东恩的撕心裂肺的叫声过大 女校霸让一旁的男人堵住她的嘴 接下来 东恩便遭到男人更加禽兽般的虐待 而男人脖子上的纹身 也深深地刻在东恩脑海里 事后满身伤痕的东恩来到医务室 不过她不是来处理伤口的 而是来拿双氧水清理血迹的 可校医一眼就看出情况不对 她立即起身了起东恩的袖口 即看到了那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校医询问东恩是谁干的 却从医务室的角落里 传出来女校霸的声音 2004年的韩国 校园暴力屡见不鲜 东恩曾经尝试过报警 可是校霸家大业大 最终都是简单的口头教育 反倒是被霸凌的东恩 被班主任一通训斥 还称这只是同学间的小打小闹 责怪东恩太大提小做 与校霸的母亲晦气地撒了一把烟 并训斥她怎么连的穷丫头都搞不定 当晚窝火的女校霸直接找到了东恩的出租房 翻出了东恩的存钱罐 并要求东恩给他们跳舞助兴 否则就把她的存钱罐丢掉 下一秒女校霸发现东恩的腿很美 变态地用运动折磨了东恩 随后从阴暗狭长的走廊里 传来了东恩的惨叫声 当灾难结束后 东恩来到医务室 却发现校医已经离职了 至此 唯独关心自己的人也消失了 东恩跑到了天台 寒冷的雪花仿佛能缓解 自己刚被烫伤化浓的窗口的疼痛 他疯狂地用血擦拭着身体 甚至脱掉了衣服 让整个身体蜷缩在雪地上 委屈求全的哭泣声在这寂静的街道 净险凄凉 最终受了太多委屈的他决定退学 当班主任看到退学原因一览 写的是长期受到了校园霸凌 并且还将那些欺负他的人写了上去 当场气得火冒三丈 要求东恩重新填写原因 因为他害怕影响自己升职加薪 东恩直接拒绝 并露出自己的伤痕 诺对班主任 如果是你的子女遭遇这些 是不是也会坐视不管 不曾想这句话直接将班主任激怒 只见他挽起袖子摘下手表 公然在办公室对着东恩就是一巴掌 这还不够 追着东恩又是几巴掌过去 就连旁边的老师怎么拉都拉不住 事后女校爸的妈妈拿着巨款 找到了东恩妈妈 见钱眼开的妈妈想都不想 直接将女儿退学 理由那一篮把校园暴力改成无法适应 等东恩再次回到那个出租房 却发现母亲已经把房间退了 并把她的所有行李都扔到了垃圾桶 一无所有的东恩来到了海边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最终还是没能有勇气跳下去 他顿时醒悟 与其屈辱地死去 还不如让这些人付出千倍的代价 于是第二天东恩回到学校 在体育场找到女校爸 东恩对他说 你的梦想是成为贤气良母是吗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的梦想就是你 说着说着便笑了起来 怪异的表情把在场的人都吓到了 从此东恩开始了打工之路 他发誓 一定要让毁灭他人生的这些人 付出代价 于是他一边在纺织厂打工赚钱 一边在楼道里自学 09年他顺利考上了师范学校 几年后女校爸 也成为了一名天气预报的主持人 而被他欺负的小女孩 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而他任职的班级 正是女校爸孩子的班级 他精心筹划多年的复仇之战 就此拉开序幕 好